第32天了 大家早安 看來我的手腳都還健在 沒有出意外 我們趕快離開這個 是非之地吧 看了一下身上的新郎 我們大概還可以在探索 一到兩個村莊吧 等到我們身上真的都拿不動了 就打到回府吧 畢竟這些東西的價值也必須要我們 活著回到村莊裡面 才能完整體現出來 現在已經有了高爐 可以召喚出盔甲醬 因此我們只要回到村莊 再稍微賺點錢 就可以把全身換成鑽石莊 終於看到了比較不一樣的地形 那個是沙漠村莊嗎 連沙漠神殿都有耶 這沙漠神殿都長在村莊的旁邊 也太酷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走過去瞧瞧 希望能得到一些金蘋果 再不計 應該也可以拿個9顆TNT 也算是不錯 我們先找個地方把鯉子拴好了 那就先從沙漠神殿開始下手吧 從這邊挖下去 是安全的 先把這個壓力板打掉 然後就可以拿下面的TNT啦 有這個TNT 我們就可以把地獄的基岩炸穿了 呵呵呵 我好像還缺了活塞啊 沒關係我知道要去哪邊拿活塞 來看看箱子吧 第一箱 沒什麼值錢的東西 第二箱 一堆垃圾 第三箱 還是很垃圾 第四箱 喔 兩顆金蘋果 哈哈哈哈 這個才叫做寶嘛 鑽石有個屁用 我又沒辦法拿來合成工具 呵呵呵 好啦 我們還是加減拿一下鑽石啦 給他一點面子 至少他也可以拿來交換綠寶石吧 呵呵呵 真的太佔空間我就把他丟了 呵呵呵 啊 太棒了 有金蘋果 我就可以回去把村民打到骨折了 呵呵呵 喔 這個是 駱駝 終於看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了 呃 可是駱駝要怎麼馴服啊 他有辦法騎著走嗎 欸 我還真的不知道耶 呵呵呵 沒養過駱駝 誰有養過駱駝 不過他趴著的樣子好奇怪喔 呵呵呵 呵 還是我們的鯉子可愛 呵 這個村莊有夠窮 不要說工作方塊了 我連一個箱子都沒有看到 天啊怎麼這麼窮的村莊啊 喔 終於是看到一個鍋斧了 可是這個東西好沒用 而且我村莊裡面已經有好多個了 這個我就不拿了 佔空間 現在背包空間吃緊 喔 已經到了睡覺的時間了嗎 我們找個地方來過夜吧 嗯 這個地方風景不錯 旁邊還有鐵巨人保護 今天晚上就睡在這裡吧 嘿嘿 天亮了 這個村莊雖然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 但是沙漠神殿裡面得到一些還不錯的寶貝 我現在背包空間已經很吃緊了 不如我們就打到回府吧 這次回家我打算走海路 喔 下面那個亮亮的東西 那應該是海峭 沒記錯的話 我想要把這個東西拿回家 這樣子我就可以讓我家外面的那片水域 底部有一些光線 比較不會深沉濕出來 對村莊的安全是有幫助的 就把這些都帶回家吧 我這次回去打算走水路 從這個方向一直直直的往前游 就可以到我們家了 中間不知道會不會有其他障礙物 如果有的話也不要緊 因為這附近都沒有探索過 說不定還會發現一些 沉船啊 或是一些新的村莊之類的東西 嗯 對了 我們好像還沒有找到櫻花樹苗 希望這回去的路上 有機會讓我遇到 就算沒有也沒差啦 櫻花樹也只是看起來漂亮而已 它實際用途就跟木頭是一樣的齁 呵呵 是誤石派的 呵呵呵 其實在海面上像我這樣子游 完全可以不需要換氣 只要角度抓得好 你就可以一直直直的前進 說真的其實走水路會有一些風險 萬一遇到三叉幾層屍的話 是有些恐怖的 不過我們現在的防禦力還算可以 至少可以被丟個兩下還不死 真的遇到我們趕快逃命就好了 應該是還撐得住 現在沒有盾牌 在水裡面如果跟三叉幾層屍幹幾架來 基本上是必死無疑的齁 總算在正常的地方發現一艘沉船 你看看裡面有沒有什麼寶貝 希望有藏寶圖 讓我找個海洋之心 這樣子我就可以去跟特殊村民換一艘船來使用了 唉 垃圾寶箱 不過這個寶箱的價值 就在於這個箱子本身齁 呵呵呵 這個箱子是越多越好 然後在另外一邊應該也會有一個箱子 看到了 TNT還不錯 爆炸保護式的鞋子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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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裡面上的海底廢墟 這東西長在陸地上 還真的不常見 這裡有個寶箱 怎麼打不開 難道是我開啟的知識 不對嗎 為什麼這個箱子打不開 有了 是藏寶圖 這個應該是那個 考古學的那個 方塊 我做不出刷子 所以也沒有用 海洋祝福山的釣竿 這個好這個好 這個可以讓我釣到寶貝的機率 大幅上升 看看能不能釣到一把無限弓 或者是 有修補的釣竿 現在天色完了 我們在荒郊野外 會有點危險 而且這個地方感覺會有很多沉濕 我們先睡一覺好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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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偷襲 年輕人不講武德 大家晚安 ailing 加油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